美國最台軍事武器大部分是限制在所謂的防禦性武器 但是近期的軍事武器 因為中美軍事大戰或是經貿大戰 其實他已經慢慢的放寬 這個攻擊性的限制 所謂攻擊性的限制 比如說海空軍的武器 因為他射程比較長 可以達到對岸 所以一般來講 這個叫所謂攻擊性武器 那比如說陸軍的武器 比如說M109A6 因為他的射程比較短 那通常是防禦性的武器 那過往 過往美國是說 只要能防衛台灣就好了 那現在不是 那其實我們可以從軍售面來看說 其實美國慢慢的放寬攻擊性的限制 那我們等一下再補充一下 就是說我們來看 其實說海上衛視 或是說樂山雷達戰 我們講白一點 就是說我們叫千里眼 千里眼的意思是說 對方軍力雖然比我們強 但是我們要提前知道說 你動了什麼樣的器具 這個合理 所以這個雖然說是防禦性的武器 但是其實讓我們官兵 提早知道說 對方會打什麼飛彈 然後會落點在哪裡 這個對部隊的預警時間來講 是非常非常有大的幫助 那我們再來看所謂的無人機 無人機你可以想想看 在三萬公尺的高空 然後一天二四小時 他可以看得很遠 偵查得很遠 那當然其實我們當有E2K預警機 但是你要想說 E2K預警機升空上去 他大概八個小時就要落地 然後人員也會疲憊 如果機器能代勞的話 其實就讓無人機去代勞 這個是所謂的戰場預警部分 就是說樂山雷達戰 無人機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看 無人機為什麼不給我們裝彈 裝彈我們就可以斬首 沒有 我們就這樣講 就無人機升空 他有一個升空的限制 譬如說他載彈量 或是起飛重量 假設是一千公斤的話 那你多載了一些感測器 比如說雷達 或逆橫程空間雷達 勢必你就會少裝 你就沒有辦法裝彈 那你如果要裝彈 當然也可以 問題是你會減少他的感測器 那對我們臺灣來講 我是希望說多一些預警能力 那預警能力的多寡 就是感測器有沒有性能好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好 那把這個戰場預警能力 先建置起來之後 再來討論說有沒有獵殺 這個才是比較艱峻 比較方向 我們可以看到說 其實他剛才有一個叫 所謂陸攻Slam飛彈 那其實這個飛彈非常有趣 就是說 飛彈我們先補充魚叉 魚叉飛彈 就是說我們這次所謂的 構成所謂的暗制的魚叉飛彈 那其實我們之前 有空射魚叉飛彈 AGM-80 然後有淺色的魚叉飛彈 UGM-80 然後有建設 就是水面建設的RGM-80 那現在多人入射魚叉飛彈 那我們想像一個畫面說 萬一暫時來臨的時候 我們的魚叉飛彈 可以從飛機潛艦船艦跟地面發射 好 這個時候呢 假設中國有進犯船 我們這四種載具同時發射 或是說這四種載具 在不同時間發射 但是在同一個時間到達 這個就會增多對方防守上的困難 這樣講大家就聽懂 因為這叫飽和攻擊 當然其實中國艦隊 他有一些防燃的措施 但是這麼多枚飛彈一起同時間射過去 我想總有一兩枚會臭圍到對方的 大部分的有聲戰役 所以這個是購置暗制魚叉飛彈的問題 那我們現在飛彈這樣子 國家算補齊了沒 我只能說就是說 飛彈載具的多元化 會增加對方防守上的困難 這個是我們增加我們成功的機會 我們要防守這個是軍事上的困難 那我們再補充一下 就是10艦飛彈 他可以透過雙向資料鏈來通知飛學員說 你要不要再打一個目標 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就我們假設有四架F-16戰機 都掛這種飛彈去攻擊 去攻擊敵方的目標 其中發射出去四枚飛彈的時候 有兩枚已經命中目標 那多餘的這兩枚怎麼辦 那其實這個時候 飛彈其實蠻聰明的 他說透過雙向資料鏈可以傳到飛學員說 這個目標你要不要打 你如果不打的話 我可以打其他目標 那如果說 這個兩顆已經打到目標了 那另外兩顆飛行員說 我們不打了 會再回來掛打 他可以再找更重要的目標 比如說他原本打A目標 或是說這個反正飛彈射出去 你可以打B目標 雖然說他比較吃藥 但是飛彈不要浪費 所以其實這個飛彈 其實不能說很有趣 就是說其實美國 這麼聰明 軍火商設計早就很聰明 而且這個是從一九兩千年之前就開始研發 然後大概是兩千零五年的時候 在勇敢之盾意外的被媒體拍到 所以其實美國人應該說 美國的武器製造商 他們早就想到這種功能 你講的叫做遠程空對地飛彈 增程型巨外陸攻 陸攻飛彈 簡稱Slamber 對 我們叫Slamber 因為他的中文名稱太難解 那顯然這個應該很貴 單價是三百萬美金 一顆 對 一顆 我是說單價 單價 但是那個單價跟總數其實不一定 因為每次美國批售的每個盟邦 他的條約限制不太一樣 譬如說你買幾顆 有沒有後期的夫婦 有沒有備份 你接有沒有技術展 這個都非常的複雜 所以其實不能用處理單價來看 那我們是比喻的方便 就大概Slam 飛彈大概三百萬美金 然後魚叉飛彈大概一百萬美金 那這通數 再請教你 今天有個新聞是這樣 說我們有一個叫新海岩一號研究船 預計年底要展開科學的首航 那這個任務是要進行台灣到關島之間 海域的基礎水紋的探測 尤其每年颱風升成 溫床關島附近海域 而馬尼亞那海溝也是其中的一塊區域 美方說相當有興趣 幾個禮拜前通過資助五年期的 美台合作物理海洋探測 邀請台灣加入 其中牽涉到敏感的水下資料 代表美台間友好關係持續升溫 這個重要嗎 我們要再想看 其實我們剛才主持人講 那個新聞片段是表面上的 那我們叫科研的目的 科研的目的 因為其實海底下變化很複雜 譬如說水紋環境什麼都會變動 那基本上這種所謂的科研船 基本上就是用很多的感測器去掃 掃海底的狀況 那這海底的狀況 不能是潮流 溫系 岩渡等等 這個都可以當作製作電子海圖的重要性 那其實我們剛才講的 那個只是科研方面 什麼要追蹤颱風生成 這個我們都承認 但是既然這些科學資料這麼好用 水紋的資料這麼好用 它可不可以用到軍事目的 當然可以 所以我們來看其實這個之前我們的海鹽科研船 新海叫新海鹽 就是說相關單位去建築 那他其實有一個特別 你看這A型吊架 有沒有 其實這種吊架 其實他都可以脫放無人的感測器 換句話說這個當作母船 他可以脫放無人感測器去 去徵收海底的狀況 那徵收海底狀況 比如說水紋資料 潮汐 岩渡密度等等 這些變化 那這些變化 海洋是一個變動的狀態 他其實每一天每一季都在變動 那這種資料 對潛艦的航行非常有幫助 因為潛艦的話 其實航行他必須考慮到海洋線 那我們在先不要講錯關檔 我們跳回來巴士海峽 因為其實我這邊有準備一張圖 就是說為什麼這麼重要 就是說其實要感謝漁業書 來這個是譬如說從台灣 這個是所謂菲律賓 那其實這個地方叫巴士海峽 那其實巴士海峽區分為三塊 那中間有變成一個八潭半島 跟所謂的八部洋群島 那其實巴士海峽 其實分為三塊 但是我們統稱巴士海峽 這個海峽多重要 來 中國大陸在海南島 不是有一個潛艦基地嗎 好 那潛艦基地要如何 如何到達第一島嶺 通常是經過巴士海峽 所以之前我們不是看到新聞說 什麼美國的P8A過來 然後然後最近中國在西南空域做偵訊嗎 就是這個目的 那通常所謂P8A 就是什麼目的 P8A過來的時候 通常就是水下游狀況 這樣講就大家都懂了 或是說 中國的潛艦已經從山亞出來了 對 就是說通常美國P8過來巴士海峽 通常就是底下有狀況 當然是美方不會承認 或是說中國的運巴過來 前陣子不是有運巴過來 那通常表示美方或是我方的潛艦 可能在那邊活動 所以其實我們要這樣想說 不要看 不要只看說空中的狀況 其實水面下非常複雜 因為水面下複雜 因為它是一個3D的環境 就是它立體的空域非常 立體的海域非常大 所以其實不容易掌握 不然我這樣 所以每次看的話 我們看新聞 不管是科研船 或說P8A過來 其實我們都要從水下的角度去思想 了解